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歌是一首壮志的歌曲 其朴实而真挚的语言 表达了对生活的不放弃和对梦想的追求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首歌让他们感动鼓舞启发 治好了他们的精神背后 人不能太贪心 得了千钱想万钱 当了皇上又想成仙 歌曲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已经在音乐平台上 播放超过了十五一次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神曲 并无数网友改变翻唱 各种版本百花其放 你最喜欢哪个版本 海里面 这些你才怎么选择 小原段 山那边 这些你才也走不下走 其中同声伴大小原段 乃声乃气 太可爱了 干净清纯的歌声 太治愈了 山那边 真实的我 应该走向那边 我跟你们说实话 河飞那场是唱得最好的 其实这首《山南章》 是黄岐山的新歌 曾经被称为 乐坛最初前后的黄岐山 终于在55岁这年 迎来了拖变 三是艺术向云端的卫视 六千就突破三亿的播放 黄岐山不再用无敌高音 而是用满是感情的歌后 来俘获人心 尤其是细腻的嗓音 更像实在 激荡着轻松的心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